让客家走入生活持续扎根 苗栗市乔育国小推动课语结合校定课程 安排小朋友们和社区的阿公阿婆来打嘴骨 以真实生活的情境推广客家的语言文化 透过了充满人情味的课程涵养 让孩子活用课语 使得讲课成为了日常 社区长辈到学校和学童谈天说地打嘴骨 配合教育部推动双语教学政策 坐落在客庄的乔语国小不忘本 用英语与国际接轨 用课语加深社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也让课程更加有温度 人情味当初我们从学校潜尊来 所以我们都要有很多口罩 我们要当感情和学校的志工 用三期的浪人家 因为我们来向学校 听我们的生活通 本身会感受到人体人 在讲话交流这种文章 语言传承不能等 学校主动上门与社区合作 跨世代交流 让长辈们的笑容变多了 他们就老去台湾生气 本来就练习 用课程来讲学家法的事件 他们就刚才说了 他们就会讲课程 社会比较多的 所以学生人 不要讲讲学家法 不要讲 不敢用课程来讲话 乔御师长用心通过课程设计 让孩子有不同表现方式 而校定课程推展成效 就直接反映在 孩子的课语表达能力上 我们都女佣生 在七年生 吃哪一件好够 吃哪一件好够 要让讲课成为日常 乔御不只带孩子走入社区 与老人互动 师生还一起到菜市场买菜 做客家料理 透过真实生活情境 沉浸式学习 让学生喜欢客家文化 并时时把客家话挂在嘴边